人家鱼排里养的这是什么鱼了吗 大石板特别特别大 这一个石板估计最后一时轻重 大呀好大 你看他们这是喂的小鱼 在这个地方其实深大概能有六七米的 六七米的水深 我在这个视角里是能看到海底的 但是可能是在视频里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的肉眼里看的话 这个水质是非常的清澈 那我遇了一个大哥听我意思的 就是今年四月份来这个海南考察了一番 然后又去的西双满纳 最终呢选择在海南这边养老过冬了 听听他是怎么选择在这个海南岛养老过冬的 为什么没有选择去西双满纳呢 你们你们这个一两人一共花多少钱 住宿啊 住宿啊 那一千九三千八了吗 三千八 俩人的话住宿路环已经是小事 小事反正都花了钱 对多花其实也都花不了了 对多花了 都花了一千多年 反正半年的小事五千年呢 五千年 嗯差不多 他们这一住要打成住半年啊 对呢 你们已经来过一趟 这旅游了该起来走 该起来走 嘿 你们去云南去的哪儿去啊 大理地址啊 还有西双满纳 那你去过西双满纳知道 这是啥感觉啊 对你啊 他看他没有海下来气候还是多少差点 那人还是半这儿海南嘛 是吧 对 是的 在那边有个啥好处呢 那边消费 对对 便宜不行 他就像他一个战役人 没啥意思呢 就用那几景点 慢慢就拉到 对 完也就看 他没有像赶着脑这么大 对 就是你现在这个地方啥都有 像海花岛啊 然后这什么猴岛啊什么 这不用 你就不用合理啊 这到这就能感受这个空气 对对对 就有不倾向的路 其实我那反正是空气指导 咱这个地方 还是稍微差一点 那对的 当然得差点 现在东北是不是冷了啊 冷了 夏 夏树夏雪了 夏天有但是挂了 夏天 但是飞行不能不挂了 对 你们干嘛 飞回来的 哈尔滨 给那个 哈尔滨到沙埃浦都搞一样 这个机票也涨了 涨了 到这才一千 一千多吧 原先原先三百四啊 两人到这才几百老家 两人两千六 前人数忘记了 还得搞 就一点点往上找 一千五百老家 这个成本是现在是成本是热的热的 好热啊 我的天呐 今天咱们遇到这个大叔呢 就是西窗满纳 还有这个三亚 他都来过 但是最后呢 还是考虑 在这个海南那边 养老 为什么呢 这大叔呢 说的其实 是什么呢 就是环境气候来说的话 这个海南那边的气候 的确要是要西窗满纳好 而且呢 西窗满纳最主要是属于一个高原 就是它是有海拔的 虽然说海拔不高 但是呢 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 有海拔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说呢 最终而 他们还是考虑在这个海南养老 但是相比较于物价 人家大叔说了 其实这个物价吧 怎么说呢 还是可以接受 毕竟没有贵多少 所以说还是可以接受 好 谢谢观看